土葬和火葬究竟哪一个会更好 究其一生所有人都逃不够一个死子 在古代的时候只要有人去世 埋葬的方式都是土葬 然而发展到了现在火葬的方式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那么土葬和火葬到底有着什么区别 尸体在下葬后的一个月又会发生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明星厢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土葬是如何兴起的 要说起土葬的历史 那就要从原始社会开始说起了 在那个时候原始人最早的出发点 只是不想让逝者的遗体被动物遭到破坏 那从而才会挖一个深坑将死者埋起来 就这样一直到了秦汉时期的时候 土葬这种方式被指定为正确处理遗体的一种方式 并且在那个时期大多数人的认真里 如果将遗体烧毁 那么就是对父母的大不敬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身体罢夫 受之父母 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不会有人选择火葬 然而时间来到了现在一些专家认为 土葬并不科学 而火葬相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更合适 这主要就是因为火葬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防止一些疾病的传播 那关于究竟是土葬好还是火葬好 那可真是一千个人一千个观点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尸体下葬 一个月后会发生哪些变化 在人死后的几分钟之内 头孔会慢慢的放大 而身体内的血液也会慢慢的下沉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石斑 之后身体就会慢慢的腐烂 并且还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十天以后 试着全身都会变成暗黑色 牙齿和指甲也开始慢慢软化 一个月以后尸体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酶 而这些酶就会导致尸体慢慢融化 最后连样貌也辨认不出来 就这样在过去一段时间 尸体就会液化 那场面用蚊子都形容不上来 试想一下 如果气能变成这个样的 大家能接受得了吗 那么话说到这里 大家认为到底是火葬好 还是土葬好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